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GS的第十期 今天咱们的课程主题就是 大家请看我写在这了 设置计算属性 咱们在这个课程的第八期讲解过什么叫计算属性 它是根据数据库原数据的值 然后经过计算 显示在页面上 看起来好像是只读 那么今天咱们就为计算属性设值 看看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今天的知识点只有一个setter 就是说我设置计算属性 咱们看这setter的意义 我这想了一个概念 咱们读一下 设置计算属性 就是setter 同步更新原数据的值 好像有点费解 这我写了吗 又是令人费解的描述 就是说 刚才其实我也简单的说过 咱们设置计算后的值 然后推回数据的原始的值 很难理解 没关系 咱们不解释了 咱们直接看例子 一看例子 您就全明白 这个例子 其实还是咱们第八期的例子 是完全的一样 咱们第八期 咱们先回忆一下 咱们设置一个任天堂主计的价格 然后根据价格的值 然后咱们会做两个计算属性 分别算出含税的价格 以及人民币的价格 当时这两个都是计算属性 咱们看一下当时的例子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个是当时的计算属性 一个是含税价格 一个是人民币的价格 好 那么今天咱们要设置一下含税价格 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是咱们今天的新的代码逻辑 咱们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含税价格 同样也是计算属性下面的属性 但是它的实现方法和咱们第八期不太一样 咱们先看一下第八期 第八期的这个含税价格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Java脚本的函数 非常简单 算出乘以1.08 算出含消费税的价格 而今天就不仅仅是这函数了 今天呢 大家注意看 是一个Java脚本的对象 这个对象里面呢 含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GET 这GET很简单 就是说当取得 当要取得这个含税价格时 就会执行这段逻辑 当要给这个含税价格复制时 大家请看 这是今天的重点 要走这个SET逻辑 那今天咱们这个SET逻辑呢 是个什么逻辑呢 是传进来一个新的价格 这个价格肯定是含税的嘛 含税属性嘛 你给含税属性复制 肯定它就是含税价格嘛 对不对 那么咱把这个含税价格除以1.08 咱们回推回这个主机的原始价格 Price 其实非常简单啊 就这么一个逻辑 然后呢 人民币呢 咱们还是保持原状 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然后这个例子和上次的例子不同呢 这个地方大家请注意看 我增加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干什么 咱们现在可以设置含税属性这个值了 那咱们这个按钮呢 就是为这个含税属性设置一个值 设置多少 10800 这个实现的非常简单 BTN Click 这个是标准的Java脚本的函数 这函数里面呢 就是把传进来的这个10800 这个新的价格 复给 注意看 复给含税属性 就是这个 注意啊 这两个是一个变量 在这 我给这个含税属性负值 就是负到这里 然后负给他的话 他会走set 会走这个函数 那么呢 会把我传下来这个值 除以1.08 然后再回递给 price 变量 就这么一个逻辑啊 那么咱们现在如果运行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说一上来 出现任天堂 2998的相应的数据 当我点击按钮时 把含税的这个值 设成10800 他呢 会回算回原始的价格 以及人民币的价格 都会被重新计算 咱们看看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哇 这个代码考过来 咱们呢 实际实验一下 好 那么咱们现在运行一下 打开 我把这其他tag关掉啊 好 大家请看 这个画面已经出来了 今年发布了一句 主机卖29,980 含税呢 是这个 这个是和咱们第八期的内容完全一样 好 那么接下来 这个按钮啊 把含税改价为10800 就这个地方 咱改的不是原始价啊 咱改的是含税价 把它改成10800之后 它呢会自动算出另外两个对象 算出另外两个价格 咱们看一下啊 好 咱点啊 够 大家请看 含税价格现在是10800 它自动会算出厂商的原始价格 以及 折成人民币 645 哇 这个价格很便宜啊 要这价格 我肯定 我肯定得买两台啊 好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讲解的如何设置函税 不是函税属性啊 是如何设置计算属性的方法 不知道您听明白了没有 非常简单 就是这么一句话 好 那今天这个代码呢 我已经放到了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供您下载参照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也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